好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啦 来看到这一名驾驶在雨天高速驾驶车子 结果打滑平安无事 但事后呢将打滑惊险过程po上网路 说还好是车子有先进的全时四驱功能才没事 但影片一po立刻也被骂翻了 说雨天路滑还这么高速的超车就算自己没事 但如果真的牵连到别人的安全又该怎么办 外面下着大雨但这台车似乎没有减速的意思 高速行驶在快速道路上 切近内车道时似乎因为角度过大再加上路面湿滑 车体打滑后向右偏了45度 然后再向内车道偏 很幸运没有失控发生车祸事故 只不过车体回稳后 驾驶还是在视线不驾的状况下高速行驶 更将画面po网 说自己因为有全时四驱的欧洲车才救回一命 再看一次这个显向环身的画面 切近内车道后 整台车打滑大角度向左向右偏 幸好没有被后方车辆撞到 没有造成事故发生 它可能有配备群区防滑系统 也有ABS的系统 甚至它可能也有四轮传动的一个系统 四驶的一个四轮传动 这三样配备一起作动的话 有可能稳定住它的车身 并不是所有车辆都有全时四驱的装置 以及防止车子失控的电子稳定系统 因此若真的不幸遇到车子失控打滑 千万要紧抓方向盘放慢车速 而且刹车不能一次踩到底 最重要的是不要慌张 下雨天上路路况不佳 还是要放慢车速 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谢谢队云 冰卓卫兹台中报道